好,同学们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我们这个序列串 图片格式以及QuickTime插件的一个问题 好,什么叫做序列串呢 好,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先打开图片给大家 打开一个我们的这个项目文件给大家看看 好,我们在这里面呢 有一张一张的图片 但这张图片呢 你看,它是一个静态的图 但当我们把这个静态的图 进行连续性的播放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动态图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注意一下 对不对 能看到吧 它就是一个连续播放的一个画面 这个呢,小图就是播放的了 这个就叫做序列串 其实我们的动画 之所以是动画 其实它就是一张一张的图片的 连续性的播放的瞬间 那这时候呢 在我们眼球中停留的影像啊 它就是一个动画 所以这时候我们怎么样把图片 变成我们的这个视频呢 好,非常简单 好,我们这时候呢 直接的呢 我们在这边新建一个全新的项目文件 那新建一个全新的项目文件 哎,这序列串要会导入啊 好,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说直接的双击 双击项目窗口啊 双击这个项目窗口 好,找到我们的序列串 任意选中一个图片 当然一般的我们选择 选择起始照片 对不对 好,但是在这里面有一个选项 叫做 png序列 如果你不勾选这个png序列 不好意思 你都 你导入的就是一张图片 而如果你这时候双击 我们导入在这个地方 有个勾选png序列 什么叫序列呢 你看它的命名方式都是 123456789 对不对 就后面的序号不一样 哎,那这时候png序列打开 你这时候进入来的时候啊 你看它就是一个连续性的图片 这个呢,它是有堆栈效果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相对来说比较好 而这时候你看 你发现啊 当我们把这个呢 给它置入到 拖到这个项目窗口 拖到这个合成窗口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是以一个动画的形式去呈现的 这个就方便多了啊 哎,你看 在这里面它播放的时候 是不是就以一个画面 以一个动画呈现了呀 哎,所以我们把这类型的叫做 序列串 所以第一个知识点非常的好懂 对不对 非常的好懂 大家一听就明白 嗯,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知识点呢 叫做我们的图片格式 那么在做影视后期的图片格式的时候啊 跟我们在做网页平面的时候不太一样 对不对 好,那么有哪些不一样的 好,这时候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课件 好,找到我们的这个图片格式 找到我们的这个图片格式 好,不保存了啊 就不保存了 好,我们在这里面的话直接去进行一个查看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一个格式呢 是GPG这样的一个格式 那么GPG这个格式啊 它是用在互联网上 但在我们的那个AE里面也用到 在这里面的话 它呢就是不支持透明底 你看这个里面进来的 它是不支持透明底的 但是呢 它的图像啊 所占用的空间比较好 压缩率比较高 在各个平台上面使用的范围比较广 那么这是我们GPG格式的一个特点 好,那么PNG呢 其实跟我们的GPG呢 有相似的地方啊 当然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GPG里面去讲 GPG是一个动态格式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啊 来回闪动的这样的一个格式 就像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格式 而我们说啊 GPG格式它是支持透明的 但是它的颜色支持的不是很丰富 当然也可以放到AE里面来用 也可以放到AE里面用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支持透明 它支持透明的底 什么意思呢 你比方说 我们在这里面打开一下 我们的photo 我们在这里面新建两个 新建几个图片 我们的图片设置的呢 不要太大 都是600×600的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简单的画一个矢量图 简单的去画一个矢量图 我们就以这个杯子 对不对 我们在这地方任意填一个颜色 我们分别把它以多种格式 进行存储 第一个我们存储成我们的GPG 对不对 存储成我们的GPG 这个地方是不是GPG的 当然我这边优化了 对不对 我这边优化了一下 放到我们的桌面上来 好 这个是GPG 对不对 好 那么同时我们在这里面 再次导出一下 因为我用的是最新版的 用的是最新版的 你们在这里面存储web 所用格式就可以了 好 我们在这里面压缩一下 我们把它优化成png的 你看在png里面 它就支持另外一个形式了 在这里面把背景先关掉 把背景先关掉 我们在这里面同时导出一下 你看看 在这里面GPG的时候 它是不保留白底的 但是如果我们png-8 有没有 有没有 它占用的空间是非常小的 尤其是存储时量的时候 所以这时候GIF一样的 GIF是一样的 它一样的是支持我们的透明的 当然我们宋佛送到西 宋佛送到西 我们直接的让GIF 也来去进行一个呈现 它也是支持透明底的 只不过它多一种元素 就是它可以支持什么 动画 支持动画 好 我们在这里面 把这三张图片的格式放进来 这个的话相对来说 就比较好理解了 好 双击 我们把桌面上的三张图 给它拿过来 好 那么与此同时一样的 对不对 与此同时一样的 我们把这三张图 拽到一个全新的合成窗户里面去 好 多个合成 多个合成 每一个都是单独的一个 好 我们来看看 先看看GIF格式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GIF啊 有人说老师怎么不支持白底呀 不是不支持 我们在这里面呢 找到我们的隐藏的背景的 那个透明选项啊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透明的 对不对 好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右击我们的那个 把合成设置啊 这里面的背景色呀 我们先改成 这个透明的 对不对 我们取消掉我们的这个 背景透明的 Ctrl加K Ctrl加K 我们取消一下我们的这个 透明的设置 好 哎 透明 哎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看啊 GPG肯定是不支持的了 对不对 GPG肯定不支持 我们来看看PNG 哎 PNG是不是就支持了呀 能看到吧 哎 PNG是支持这个的啊 当然有人说老师啊 GIF怎么在这里面不支持了呀 哎 原因是因为有可能他在后期 合成软件里面啊 啊 他会判定 判定为不支持 对不对 但事实上我们说啊 他是在互联网上是支持的啊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PNG就是一个优势 他是支持透明的 能看到这个现象的吧 哎 他是支持透明的 而我们说GPG呢 他就是不支持 哎 你再怎么来回切 他都是不支持的 好 这是我们这个 各个格式的一个特点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GIF的啊 GIF他不是不支持 有可能在A这个软件里面啊 他并没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支持 但事实上你看看他是不是支持的呀 哎 GPG就是有白底的 所以这个大家理清楚了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与此同时呢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最重要的一个知识 就是关于我们的那个啊 PSD不用多说都支持 对吧 他也支持α通道 专辑通道等等 这个不是我们不需要我们去多讲 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啊 但在这边我们用的最多的 在我们A里面用的最多的一个格式 就是TGA 这个TGA格式有多棒呢 好 我们呢 直接看我们下我们的素材 找到我们的这个素材里面 好 这时候直接打开我们的对应的课件 那打开我们对应的课件 好 找到我们的那个项目 好 然后呢 那在这里面找到我们的 这里面有一个Footage的素材 大家能看到啊 我们在这里面打开这个的时候啊 有一张 TGA的图 那么这个TGA的图你看啊 它比较的奇怪 它是自带α通道的 好 这张图呢 我们把它呢 甩到我们的那个A的软件里面来 这张图我们来看啊 哎 怎么看上去 它是一个黑白的图啊 哎 比较有意思 它是自带 哎 遮造效果的 自带遮造效果 好 我们把它呢 放到我们的那个 全新的合成窗户里面来 那么这时候大家就会问 那人哪去了呀 这种图片 它一定要是去做解释素材的 一定要去解释素材啊 解释素材 好 在这里面呢 我们的是 一般的我们都是猜测一下啊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来先去反转一下 哎 你看看 我们把这个alpha呢 直接反转一下 哎 你看这张图就有了 这张图呢 它是自带 哎 被透明背景底的吧 哎 它其实是有一个黑白关系的 原因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在这里面 其实在Footshop里面做的时候啊 你看 我们找到我们的窗口菜单下 有个通道 它其实就是拿着这个通道 去来遮盖图像的这里面的效果 所以这个呢 就是叫做alpha 这个就是我们的 alpha它起到作用 起到的是遮盖的一个作用 好 我相信大家看到了我这个Footshop与AE的一个演示啊 大家能明白 哎 我们的格式是不是TGA的呀 对 TGA支持alpha通道 alpha通道起到的效果就相当于抠图啊 是不是就相当于抠图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要说的另外一个知识点 好 最后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如果你的电脑不是苹果的对不对 你的电脑不是苹果的是windows的 那么请记住了啊 每次打开AE这个软件的时候 它基本上都要你安装一个软件叫做quicktime 那么我们的苹果是不需要去安装这个软件的 因为它默认的就自弹 对不对 能看到我们在这里面就默认有这个quicktime的软件 好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来看看quicktime在哪个地方啊 嗯 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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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课里面是应该有这个软件的啊啊 找到我们的quicktime啊 quicktime有可能是被我们收进去了 在这个地方有的 有没有这个quicktime的play啊 有的 但是啊 我们说windows没有没有怎么办 你就去安装嘛 好 我们呢 在这里面的话 嗯 已经提供给大家了 你到哪个地方找 在我们的资料窗口里面 对不对 我提供了这个quicktime啊 windows的安装包啊 提供了quicktime windows的安装包 大家呢 自己去双击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之后啊 你下次再打开AE的时候 它就不会有那个弹窗了 所以这结合三个知识点 第一个关于图片格式的问题 第二个关于序列串的问题 第三个关于quicktime安装那个问题 哎 当你把quicktime安装好了之后啊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哎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把刚刚的那个动态的那个 序列串啊 就是我们的序列串的图片啊 一个是添加的AdobeMediaEco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就是可以批量的去渲染啊 不要在你工作的时候渲染 可以去批量的渲染啊 这个软件一般的呢 我们如果你的视频时间不长 我们就添加到渲染对列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你看看这边有一个设置 对不对 哎 你比方说我们的已经有quicktime了 所以这里面它就进行压缩了呀 是不是啊 哎 你可以去进行压缩啊 把这个画面 你二分之一的画面是不是就变成88乘以63了 当然一般的我们就尽量保持完整的就可以了 这是压缩的 另外呢 就是一个格式的问题 那我们在这里面默认的 它是不是就是quicktime 是不是就是quicktime 对不对 但是千万不能用animation空间质量的100 你一定要选择H264 当然现在最新出来的一个H265的解码啊 最新出来一个H265的解码啊 好 但是我们还是呢 依旧坚持用H264解码最稳定啊 对不对 所有的播放器都支持它呀 哎 你就用H264去进行解码就可以了 所以这时候啊 一般的声音呢 现在都是能自动输出的 对吧 自动音频输出了 那这时候直接的确定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时候呢 这个是输出的目录啊 对吧 一般的我们把它放到桌面上来 那直接的放到桌面上去 好 直接去进行一下 渲染 瞬间就完成了 这个工作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看 利用我们的quicktime这个软件啊 去进行一个播放 利用我们的quicktime软件进行播放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效果 看到吧 哎 这样的一个动画 当然其实你也可以在这地方 重复循环的去进行播放啊 哎 你看嗯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动画呢 是不是就有了呀 就在我们的视频播放机里面去进行播放了 记住一定要去安装quicktime啊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非常感谢大家的学习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